风靡一时的班迷路如今面临着跟所有实体服装店同样的处境 这个曾留德华 王菲 王晓明曾经代言过的时尚潮流品牌 现在却江河日下 甚至被打上低端的烙印 近年来 受互联网的冲击 成本升高等因素影响 班迷路门店数骤解 而其母公司德勇家集团 在近期2018年年报中也表示 报告期内德勇家制衣 业务联营公司收入减少57.6%至3.13亿港元 折合人民币约2.72亿元 因占一例净亏损300万港元 折合人民币260.33万元 下跌62.5% 同时由于公司成本上涨 该公司已经关闭了中国内地的厂房 班迷路诞生于1981年 本身为意大利品牌 80年代开始在香港经营 在香港获得热捧 1996年 德勇家全资收购班迷路 并重新包装 创立了班迷路集团有限公司 其达班迷路休闲服饰品牌 以此开创了国内休闲类服装的先河 2003年进入内地市场后 班迷路主打年轻路线 将目标人群定位 在18岁到40岁人士 以男女中性的休闲服装为主 以及独特的自营家特许经营开店模式 在一二线城市主要商圈遍地开花 去统计 截至2012年5月 班尼路在全国的门店达到了惊人的4404家,可以说是五度一门店,十步一期间,但是随着国际快时尚品还有衣库HMZERIA,在2006年快速扩张,这些快时尚品还相比班尼路来说,款式丰富,注重价性比,线上线下同时发力,在一二级城市快速向三级城市扩张,抢占了大量消费者,而班尼路却面临着库存基压过多。 2011年以来,班尼路遭遇了关店潮,六年里关店约3000家,全国门店只剩1000多家,不幸的是在2016年,德勇家将班尼路在上海的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,以2.5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,给上海惠业事业有限公司,一时之间,班尼路处于舆论的风口,而惠业事业公司品类太杂,使班尼路的品牌之路越走越远。 不仅如此,从眼下看,深陷关店潮的班尼路前途未卜,但关店潮并非班尼路一家的困境。 达弗尼、百利、佐丹如等国际品牌都面临这样的困境,而且从长远来看,关店也并不全是坏事。 适度在一些城市开一些样板店,用于向消费者展示,获得消费者认可即可。 店并不是越多越好,店开得越多,成本越高,加盟商也很难赚钱。 主要渠道还是要不举互联网销售渠道,降低运营成本,店面应该是展示形象的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